车道上看到一位这个就是机车竟然大啦啦的骑在那里 也让一位车厂维修师相当不满 立刻开车追上前 挡在机车前面还大骂骑士说你怎么会骑到内侧车道 骑士也不甘示弱的回呛说 地上并没有画上进行机车的标示啊 为什么不能骑 两个人当场爆发口角冲突 不过警方表示这个路段是三线道 按照规定机车只能骑在最外侧的两个车道上 并不能骑进内侧车道 机车骑进那次的车道 没多久这台白色轿车立刻超过来 向左切挡在机车前面 驾驶狂按喇叭下车理论 你靠下进行就会冲起来啦 我靠近你骑在什么车道啊 你骑在哪个车道啊 你没有进行机车啊 要怎样你可以逼我吗 驾驶火大了水上车们走过来继续开跑 你进行机车耶 我进行机车你会逼我吗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因为你骑错车道 然后呢 你会逼我 双方你来我往就停在十次路口吵得不可开交 路过的民众纷纷回头看 就是没有人敢上前劝阻 会撞我是吗 会撞我是吗 他不玩的呀 他有事吗 他进行机车 然后过我按他喇叭 警察终于来了 叫双方先停到旁边 看看有没有发生擦状 还好车子跟人都没有事 两个人互瞪一眼之后各自离开 事发地点就在新海路三段 因为机车骑士呢 他骑上了内侧车道 让汽车驾驶非常的不爽 所以一路过来把他B车挡下来 两个人爆发了头脚冲突 这位汽车驾驶到底是谁 根据他穿的制服 推断应该是汽车保养厂的员工 我们实际到附近的车厂询问 却都没人认识他 机车骑士把影片谱上网 也引发两派人马论战 这个路段的地上 没有标明进行机车 那机车到底能不能骑进 内侧车道呢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第99条 如果没有划分快慢车道 机车应该骑在最外侧的 两个车道上 而新海路三段地下道旁边的路段 是三线道 按照规定不能骑进最内侧的车道 但是就算骑士违规 交由远景取缔就好 没有必要逼车 要是发生擦撞后果更惨 东森新闻吕军张仲华在台北报道